导演回了吗 快点啊 你不关心远哥的前途呢 导演说月薪你也别来了 您好 过来回来回来 这么快快 来来来坐 你自己点开听 好 您好苏醒 我知道你是月薪最好的兄弟 也知道你是好演员 肯定的 但是有一个小误会 不是我的戏 我的戏你们俩一起来 这一部是 我的导演朋友的戏 他说他的戏以后 咱俩一起去 那我是不是得敬你一杯 星哥带着我拍戏 带着我接活 一定 谢谢您 关键最主意就是 他知道你是个好演员 但他是不是完全没有理过张远 对 对啊 也没有提到是吧 下半年果然是碎活 张碎活 海绵宝宝 好 可以 你现在突然很学表演 时刻都用那种夸张的表演 表现出来 我在干什么 他真的很想演戏 赶紧给他拉一个 导演没理他 导演理都没理他 导演理都没有理我 刚才把这段诗戏的片段 发给导演 让导演再确定一下 自己内心所想 我带来一遍 好 对不起 我只配拥有碎活 张碎活 张碎活认了吧 张碎活 还挺搭配 谁让你这么爱演 来 张远 演一个紧张 你怎么回事 摆个术 松弛 你那个枪怒 那么 Cole 你这个时候 不是 你这段播出去之后 我真的怕你的演员之路 就此就堵住了 月薪 一个普通演员先表演一下 紧张 还有三二一松弛 到你了 到营地了 准备了 一二三紧张 是 是不是要浮夸是吧 来 来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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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以后不拍戏了好吗 我们好好唱歌行不行 我跟你说 但是此刻我特别想看申哥怎么演 上过院线的好不好 大片的 而且这次导演亲自说的无声声有声的 你看看 申哥来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紧张 紧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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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因为一般不说自己紧张 紧张因为一般不说自己紧张 紧张的人一般不说自己紧张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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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还在自己说紧张呢 来 准备好了 天 Syndrome Mmm Mmm Mmm